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且队内有着米林科维奇 萨维奇 塔迪奇 米伦科维奇 米特罗维奇 科斯蒂奇 约维奇等实力球员 其中有几位在各自俱乐部都是绝对的主力和大腿 不过这样的阵容还是被苏格兰逆袭翻盘 值得一提的是 前广州恒大外语古德利也是国家队常客 不过在国家队 他从中场踢到了中位 这一点与对面的麦克托米奈有一些类似 此一过后 苏格兰也是隔22年再度冲进欧洲杯 这样级别的国际赛事 与英格兰 克罗地亚和捷克一起分在这一组 能赢下这场比赛 对于苏格兰来说非常不容易 曼联小将麦克托米奈也是难掩激动之情 我全怒吼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订阅收藏不迷路